融合版食物大战将是泳池关卡更新了 这几个版本正是你追我赶的 来看看有哪些融合的新品种 融合版的地图我是最喜欢的 格外的精致 把向日葵种到荷叶上 荷叶被向日葵铜化了 这个时候就不必去融合第二颗向日葵了 它自己会长出来的 这也是之后我才发现的 两颗双发豌豆融合樱桃炸弹 我认为这是豌豆射手的最强融合 普通僵尸扛不住一波 三线豌豆融合窝果 三线窝果射手 小窝果碰到僵尸后开始弹跳 每次落地造成40点伤害 就是僵尸到进前没有大屁堆了 再往后解锁了水草 僵尸这边怎么都有潜水艇了的 窝果加上水草 窝草 我的东北话应该再顺滑一些 窝草有个特点 能拖三只僵尸下水 海豚潜水艇不在话下 水草融合三线豌豆 三线水草射手 能发射水草子弹 有三双眼睛 非常的细节 解锁火爆辣椒 跟水草那么一融合 火爆水草 就好像是把水草给炒了似的 它眼神一传辣椒了 僵尸触碰会烧掉一整行的僵尸 忧郁大喷菇融合火焰辣椒 火焰忧郁菇 这一攻击四面喷辣椒面 谁路过不咳嗽啊 高坚果融合火焰辣椒 火焰高坚果 僵尸吃一口直接就红温了 还带反伤 厉厉嗨嗨的也难逃被制冰车压扁的下场 三线豌豆融合火爆辣椒 直接先烧三行 划算呢 再看三线豌豆 明显是熏黑了 攻击还是普通豌豆 窝果融合火爆辣椒 融合和释放两次整行的燃烧 火爆辣椒可以把所有植物都变成范围伤害 荷叶的妙用出现了 这是融合了窝果的荷叶 窝果没有之后 它会自己再生出来一个 解锁了新植物 地刺 窝果融合地刺 窝刺 东北话我确实应该规范一下了 正字正音读出来没有气势 窝刺 跟窝果压扁了 没太大区别 也不会飞起来做人了 但僵尸踩上去的时候 它会往外蹦小窝窝 地刺融合三线豌豆 三线地刺射手 可以三路发射地刺 瞅着仨触手 感觉威胁挺大 三发地刺打爆一致冰车 融合三线豌豆射手 对地刺的修为有巨大的提升 地刺融合火爆辣椒 和火爆水草一样 都是赛狗屁的红绿配色 僵尸踩上就红温了 放超级大嘴花前头 超级好用 解锁了火炬树装 跟三线豌豆融合 三线火炬树装 一般来说 这树就算是涨脸了 穿过它的豌豆 会分裂成三个火球 这不通天大能吗 火炬树装 融合了火爆辣椒 火爆树装 这个嗓有点科技很活的意思 通过它的豌豆 又火热又辣 拥有更大的威力 火炬树装融合窝果 窝炬 这个好像做饭呢 每点燃60个豌豆 会在前方生出来一个火焰窝果 火焰树装融合地刺 地火 可以点燃小豌豆 个头确实有点矮 小豌豆还没见过呢 火炬树装融合水草 可以点燃水草种子 这一定是三线火炬树装 最好的用法 非常的高销 泳池的关卡 基本展示就完了 好玩爱玩 孩子喜欢老人放心 期待后面的更新 我是王凯 我们下条视频见